今天要介紹的是我們強力快賽式的吊磚架 這吊磚架跟以往的吊磚架也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先來稍微幫你們介紹一下 首先第一個 你們可以看到 我們吊架整組就是這樣 三支支架 一個吊架 一個支架 就這樣 所以 它的空間非常的小 今天如果你不用了 你要把它收納起來 不會佔你的空間 這是它第一個模式 再來第二個 我們揮別以往 我們是用螺絲固定的房式蓋的那種C型架 好處呢 有幾個 第一個 它不會再破壞你的桌面 你可以隨意的去移動它 第二個 我們這個C型架 你會看到它非常的厚實 它是用一個鋼去凹扯出來的 一體成型 所以我們在夾的時候 它可以穩固的置身你的夾子 跟你吊標 第三個 我們這個空間 它是5公分的深度 7.5公分的高度 所以你無論是薄的 或是比較厚的 厚的像我們這種金空空空空 它有這種威邊 你都可以隨意的夾去 甚至我們做這種止滑點 讓你在夾去的時候 不會傷害到你的桌面 同時它也有直跑效果 再來說你這個吊鑽的架子 這架子呢長度是25公分 直徑是1.2公分 也是用鋼組做出來的 它組起來呢整隻是75公分 如果你覺得不夠 你可以再那麼多讓它加長 如果你覺得太長 你也可以用兩截去吊鑽架 所以你可以隨意的調整你的高度 第三個就是我們這個吊鑽的這個支架 這支架呢設計這樣的一個圓圈形是為什麼 很簡單 當我們的吊鑽卡進去之後呢 它就穩固的在裡面 就算你的架子倒下來了 吊鑽也不會掉下來 甚至你撞到了 它也不會吊鑽 也不會因為這樣而輕易的滑落出來 再來第二個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一個座 這個座是做什麼用的呢 待會影片我會示範組裝的方式給你看 甚至介紹這個座 它是怎麼樣的一個實質的功能 讓你認識它一下 接下來呢 我示範一下如何組裝我們這個 強力的快材式調整架 首先呢 我們先把這個吸引擎 固定在我們桌子的側邊 稍微手到有點緊的時候 我們把它分打 為什麼要分打 因為這樣的話就會有多一個點 可以去支撐我們的架子 可以讓它更穩固的 固定 固定好了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 支架的頂端 固定上去 我們把這個 螺絲稍微卸下到一半 再把它鎖在這個 CD架上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因為 我們把這個 鎖上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們這個架子 它可能會落在某一個地方 不是你要的方向 那 我們就可以藉由這個 去調整 你要的位置 然後再組 這樣子就是我們這個 吊磚架的方式 我們吊磚架組好之後呢 我們就先把吊磚放上去 它放上去的方式 從後面往前滑 稍微繞一下 就可以把它掛上去 掛上去之後 你會看到它非常的穩固 非常穩固 因為我們這個 剛才提到 是我剛去做出來的 然後它的粗度也夠 所以它不會隨便的晃動 或感覺很快倒 快倒的樣子 那我們提到就是說 我們這個小座 它的功能是什麼 我們現在踩踏 我們的吊磚 你會發現 啟動吊磚的時候 它穩穩的被固定住 沒有以前那種 會快快快快 晃動的這種問題發生 為什麼 這是因為這個小座 可以穩穩的固定 我們這個吊磚架 但是要特別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 Folden的吊磚有這樣的一個 內凹設計 什麼內凹設計 就像這個樣子 那我們家這個 神力型的吊磚 也有這樣的設計 如果其他的 沒有這樣的設計的話 是沒有這個功能 沒有這個作用 以上 就是我們常立快賽式的吊磚架 提供給你們 參考一下 字幕提供 多視看看